我娘是个女土匪 我爹是他抢来的小郎君 被朝廷招安的第五个年头 我娘死在离我爹时不远的地方 有时三刻 被人一箭穿心 背叛她的是她的挚友 拉弓的是她救下的小兵 下令的是长安城里权力最高的那位 爹爹抱着娘亲哭作到天明 朝朝明月洒下 隔绝了生死的那一道门 太阳升起时 跌跌起身 一手拉折我 一手背上娘亲 她捂住我的眼 一滴雨水落在了我的额头 是温热的 是跌跌的血泪 娜娜娜 记者了 四月十二 长陵度 你看 有时三刻 太阳正好稀落 我点头 狠狠地抹去脸上的泪 嗯 那一场战役 只死了一个将领 只有 月席玉的妻子的官果 回皇城时 百姓跪在地上 恭迎将军回城 里面不乏有鄙夷之声 他们看不上我娘是个土匪 亦或是说 他们不肯承认 为他们保家为国的是个女子 他们宁愿把这份功劳 安在我爹这个军师的头上 也不愿成我娘的一点情 不过一个女土匪 跪她作甚 传得那么神 还不是死在了战场上 三万大军 毒她死了 这不就是无能吗 我从马上微微垂首 看向发生的那人 那人似有所感的抬头时 我冲她歪头一笑 眼神空洞地望着她 好像在看一个死人 那人打了个寒颤 抹扎着手臂 一个女娃 力气这么重作甚 我收起笑 抬手扭了扭脖子 姐姐 我闻声回头 就见一个小女娃 跟着我的马跑 小辫子一甩一甩地 朝我伸出手 肉肉的手上 正握着一串糖葫芦 她笑着说 姐姐 我给你吃好吃 搭你别不开 话没说完 就被她娘跪着抱走了 我低头 看着手里的糖葫芦 握紧了手里的缰绳 糖葫芦 红色的 曾是我最爱的颜色 可那天的红色 是娘亲的血和跌跌的泪 思绪回笼 我示然一笑 将糖葫芦塞进嘴里 再吃一次吧 以后都要是这种颜色了 游长街时跌跌不再 回来时一身藏青色的官服 吓人来报 说跌跌升了官 我点头 趁叶落枝时拉下弓箭 那一片叶子被穿过 带着血肉没入了靶心 入目三分 却也不敌我娘 设得好 我抬头 看墙上正冲我笑着的谢无欺 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 她是长安城里有名的纹库 只看了一眼 我转身就走 谢无欺急了 跳下墙头就开始追我 越爱阳 越爱阳 我的名字 越爱阳 越爱阳 这个俗气的名字 一听就是我娘起的 据说当年我娘生完我 忍着要昏过去的痛 把杯子扔向默不作声 表示反驳的爹爹 越喜欲 老娘的闺女 就要叫越爱阳 说完大口喘着气 手紧紧地握住了被子 汗珠顺着额头落下 就是倔强地不喊一句疼 爹爹一看娘亲疼得不行 忙从墙角跑过去 将娘亲抱在怀里 她不善言辞 急坏了也只是眼角通红 知道了知道了 你别动怒 说完 她拿着袖子 擦着娘亲的额头 在宣纸上写下我的名字时 爹爹忽然有了勇气 当着我娘的面 把我的名字改成了越暖阳 可因为一心扑在娘亲的身上 暖字写成了爱 哎 昏暗不明 保读师叔的月席玉 就这么草率地给女儿定下了名字 于是到了长安城后 我被世家子弟嘲笑 说是因为爹爹不爱娘亲 才会取了个这么个名字 其实恰恰相反 我是他们相爱的证明 谢无期是第一个拿我名字打去的人 也是第一个维护我的人 我从土匪窝子出来 最看不上的就是这种回头 以为是救赎 是幸运 其实不过是打你巴掌的那个人可怜你 又给了你磕甜枣当作恩赐 自我感动罢了 月爱阳 你再不停下 我叫我爹给你爹使半子 文言 我缓缓停下脚步 皱眉转身的瞬间 一个平安符映入眼帘 谢无期笑盈盈地 抬手晃了晃 不知你何时再上战场 我给你求了个平安符 带着爷的住院 你必能平安归来 我默然地看着那个平安符 好久 久到谢无期笑意退去 我忽然道 没用的 他就不了任何人 如果有用的话 我爹跪了千街求来的平安符 又为什么护不了娘亲 都是假的 全是骗人的 那年娘亲回到长安城后 旧伤复发 高烧不退 连太医都没有办法 爹爹陪了娘亲好久 久到我每次睁眼 他都是抱着娘亲的模样 那双手从未松开过 甚至有时颤得连杯都握不住 我不是很了解 爹爹和娘亲的那段过往 可在我的记忆里 娘亲总是借着玩笑 控诉爹爹不够爱他 可话说出口的时候 眼底的落寞 怎么都藏不住 那年的长安城连着下了三天的大雨 大雨磅礴的夜里 爹爹忽然冲出门去 于长安寺一跪一拜了整整千街 于天蒙蒙亮时 求到了那个平安符 他小心翼翼地绑在了我娘的脖子上 俯身亲吻他的额头 额头上的血迹 连着雨水滴落在娘亲的脸上 爹爹颤声说着对不起 拿着帕子给娘亲擦干净 遗憾的是 那份过于磅礴的爱 娘亲没能看到 他醒时 爹爹正巧去换衣 娘亲叹息一声 眼底流露出失望 我扑到娘亲怀里 把平安符的事情告诉了他 出乎意料的 娘亲哭了 哭得撕心裂肺 手紧紧地握着那个平安符 因为热哭了娘亲 我得了爹爹一阵的冷眼 面前的平安符缓缓被放下 我低着头 在谢无期受伤的目光中说 抱歉 一阵风吹过 落在我们之间 我们谁都没有再上前 谢无期忽然牵上我的手 执拗地把平安符 放在了我的手心 本就是为你求来的 今日给了你 扔了我也不在意 说完 他转身离开 我盯着那个平安符 也转身 一抬手 把他丢在了草丛里 回京的第三天 娘亲的副将 唐明前来拜访 我看着他将他的儿子 领到我面前 让他叫我的小明 这是你晚晚妹妹 晚晚妹妹 唐行眼含金光地看着我 有黑的手就要上去 拉我的小臂 我侧身躲过 冷声道 你这手不想要了吗 唐行一愣 随即换上一副不屑的表情 他对我这般轻薄无礼 唐明却自始至终都在看着 当年求我娘救他母亲时 他可不是这样的 人心到底是捉摸不透的东西 我抬起头 笑着同唐明道 伯伯 您快去找我爹吧 晚了他该急了 唐行表哥就交给我照顾吧 唐明一听 立即笑了 他习惯性地朝我弯腰点头 眼里却带驯服的快感 好好好 我这就去 从一个小兵走到今天 荣华富贵就在眼前 唐明怎么会甘心屈居于我娘之下 知遇知恩怎么抵得过他的野心 只是没想到 刚回京城 他的狐狸尾巴就露了出来 有勇无谋的玩意 竟敢来觊予我的姻缘 且先看您有没有命走得出浙江军府 唐明走后 我笑吟吟地看着唐行 拉上他的手 表哥 我们换个地方句一句 唐行忘了我刚刚恐吓他的模样 指点头哈腰地说 好好好 他妈撒着我的手 脸上的坠肉笑得一颤一颤 我拉着他 转身走进了我的闺房 拿白铃附上他的双眼 绳子绑住他的四肢 我坐在桌上 把玩者匕首 表哥 我有些想我娘了 唐行没感觉到危险 他看看收起口水 期待着说 晚晚 私人已逝 向前看吧 可我实在想得紧 表哥就替我下去看看吧 我笑着 抬手把匕首刺进他的手心 与此同时 把一块布塞进他的嘴里 拔出匕首时 鲜血喷到了我的脸上 我兴奋极了 俯身在他耳畔说 当年 你做逃兵之时 可有想过会死在海燕和清的今日 三千将士因你而雪地埋骨 表哥 你和你爹一样 是个白眼狼啊 堂行挣扎者 白绫上沾了他的泪 汗水从他的额角流下 两腿中间 已然湿了一片 爹放过 我笑着拿匕首拍了拍他的脸 轻划过他的头顶 你爹也要死了 父亲杀父亲 孩子杀孩子 我笑着把匕首贴上他的脖梗 缓缓哼着歌 第一个 鲜血忽了满脸 我抬手 将匕首扔给面前的黑衣人 绊得像一点 不要露出马脚 是 一年前 林奇观一役 堂行受命埋伏于山脚下 不顾众人劝阻 在夜间燃火取暖 火光引起了敌军的注意 当时撤退 已来不及 三千将士为他开路 要他回去传递情报 可他离开的第一步 迈向了与军营相反的方向 那天夜里下了大雪 三千人无意生还 雪地埋中骨 可他们本不该死 戴青推开门时 我正坐在窗前 逗着谢无期送来的鹦鹉 小东西笨得很 一直没有开口说话 戴青皱眉 抬手捂住鼻子 小姐 这什么胃啊 一时没注意 叫这小玩意拉在了被子上 她点了点头 朝我递来一个请帖 三日后 太后设宴 要请小姐去呢 说完 戴青愤恨地跺了跺脚 太后好像有意 把公主许配给尚书大人 我们将军刚走 就上赶着过来塞人 也不嫌丢人 我妈撒着手里的请帖 莫不作声地看向正安静进食的小鹦鹉 哪里是赐婚 明明就是监视 他们杀了月席玉的妻子 又怎么会真的相信月席玉的忠心 可惜红衣角旗杨家将 舌战群如月家郎 腐朽没落的谢氏黄泉 没了杨家将 又怎能失了月家郎呢 戴青 我去找爹爹 门就不要关了 散散未导 是 进门时 爹爹正巧在看医书 看我灰头土脸地进来 目光落在我怀中的女儿红上 你才多大就想喝酒 小心你娘 话语戛然而止 悄无声息地落在地上 爹爹煞时红了眼 朝我道 抱歉 我笑着接下那句话 若是我娘 她是要打得我满地求饶了 我又是不听话 从土匪窝子出来 总是跟着几个叔叔伯伯混在一起 上房顶 掏鸟窝 什么都干过 有一次偷偷下山 陆域被拐的少女 叔叔伯伯冲在前头 我迈着小短腿跟在后头 一个没站稳 头朝下摔了下去 不仅摔没了一颗乳牙 还吃尽了一嘴的土 娘亲和爹爹 向来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但那天 我娘气疯了 先是把叔叔伯伯们揍了一顿 提着拳头 就气势汹汹地朝我走来 月爱养 我一哆嗦 小胖手捂住眼睛 不再看她 爹爹健壮 冲上去就把娘亲扛在肩上 朝礼屋走去 寨子里的人 惊得说不出话 揉了揉眼睛 最后掰过我的肩膀问我 丫头 你爹把你娘扛进去了 这月席欲疯了 第二天一早 娘亲小脸红扑扑的 问我要不要下山去玩 寨子里的人又说 丫头 你爹这是牺牲自己救你呢 牺牲听起来 就是个痛苦的词 可我爹分明是孝者的 九岁那年 寨子被朝廷招安 娘亲穿上铠甲 开始上阵杀敌 世人说我娘里带桃江 聘机私沉的时候 我娘把红鹰枪递到我的手上 朗声道 丫头 娘亲今天教你第三招 直到我挽了个剑花 一记回马枪 抵上谢无期的驳梗 我看着我那柔弱的老父亲 终于发觉 或许爹爹真的是 娘亲抢来的 给娘亲挽发的爹爹 打了个颤 抬手将身上的披风盖到 娘亲身上 娘亲哼唧一声 含着醋一道 不过回京几天 世家小姐的眼睛 要沾你身上了 月席玉 你可真是受欢迎 爹爹叹息一声 选了个娘亲最爱的簪子 插了上去 杨素一 你明知我心 傻爹爹 娘亲想让你说一声爱她呀 会了红鹰枪之后 我越发的不可收拾 会偷偷地跟去战场 和爹娘一起上阵杀敌 敌军看我小 就专冲我来 可我没我娘正直 阴招一个接着一个 有些人没到我眼前 就被戏线割了喉咙 一直上战场 一直被娘亲发现 一直在被打 我曾挖了她 埋在寨子里的女儿红 因着年纪小 喝了几口便醉了 剩下的 皆为给了那片土地 娘亲知道后 一边打着我的屁股 一边叫人去请郎中 我不服 就还嘴 于是晚上睡时 屁股上留着两道鲜红的手印 可若今日 娘亲真的能再打我一次就好了 我必然 不会再缓口 爹爹最后也没喝那谈女儿红 她站在院子里 皎洁的月光洒下 给她整个人度上了一层清冷的光 我知道她为何没喝 爹爹不胜酒力 她怕喝醉了看见娘亲 她怕娘亲看到她如今的模样会不高兴 她更怕看见她 会舍弃一切随她而去 猛然间 爹爹回头 她看着书案前的我 唇角挂起了一抹笑 她亮呛着上前一步 在抬头时 眼底的光渐渐熄灭 原先 娘亲总是趴在书案前看她写字 眼睛亮晶晶的 说她最爱跌跌 她明明没喝酒 却醉了 我赴宴之时穿了一身青衣 同跌跌一身藏青色的官袍 摇香呼应 两辆马车 一辆进宫面圣 一辆入宫赴宴 行至宫门前 有一内侍拦住了我的去路 车内和人 戴青达 杨将军之女前来赴宴 杨将军 那内侍轻痴一声 手中的浮尘甩了又甩 夹着尖锐的嗓音道 本朝哪有杨将军 青天白日 天子脚下 竟有人说起胡话来了 你 戴青起身要去教训他 却被我拉住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着急道 人都欺负到家门口了 我们将军 怎可受此侮辱 小姐 我点头 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来 下一秒 我换上一副凶神恶煞的表情 借着马车的力 一个飞梯 踹中了内侍的胸口 那内侍躲闪不及 蹭着地面飞出三米远 最终呕出一口血来 我插着腰 声音红亮到整个宫门 响着回音 你个老不死的 竟然敢侮辱我娘 够杂种 拿命来 我拾起袖子 走进身子不断后移的老太监 目自欲裂地抬起手 狗东西 瘦死吧 晚晚 我一愣 看看收起要砸下去的手 不情不愿地朝来人道 长怀伯伯 他如我娘亲 当今安王谢长怀 我娘的挚友 谢长怀屈指敲了一下我的额头 宠溺道 天子脚下 岂能容你放肆 晚晚 子不叫 傅之过 莫要让你爹背负骂名 可他 他抬手捂住我的嘴 朝我摇头 伯伯会向太后秉明 我皱着眉思考了一会儿 犹豫道 那行吧 谢长怀搂着王妃从我身边经过时 那王妃朝我翻了个白眼 同谢长怀而语 不过走了一年 越发像杨素衣那个汉服了 谢长怀似是轻笑一声 声音很小 但我是习武之人 自然听出了话里的嘲弄 我微微转身 看向竭力喘着气的内侍 目露寒光 那内侍一惊 连滚带爬地 跑向太后宫里 我到时 太后 公主 世家小姐都已就坐 场上已没我的位置 我抬头 看向太后身旁的内侍 傅又看向上位的太后 镇国将军之女月爱扬 给太后请安 太后冷眼看我 突然立鹤道 跪下 我领命 跪在地上 你乃月席玉之女 何以冠上她杨素衣的名 月爱扬 你将老祖宗的礼法 置于何地 老祖宗的礼法 可有交人不认生身母亲 太后娘娘 我没学过几个字 倒是不知 世间竟有这样的道理了 太后被我一噎 当即反驳 你又同那些人不一样 你父亲乃当朝尚书 请安时就该说 尚书月席玉之女 而非她杨素衣 我挺直腰板跪在地上 继续问她 那作为一国太后 太后娘娘也将母亲抛在身后吗 我父之妻 婉婉之母 镇国将军杨素衣 如何就成了不能提的人了 月爱扬 太后气急 把琉璃盏摔向我 玻璃触碰到地上四分五裂 锋利的碎片划伤我的脸颊 她看着我 却不知是在透过我的眼睛看谁 她只是听不得将军两字罢了 在世人眼中 只有男子才可上阵杀敌 女子就是要被束缚在后宅之中 守宅院 留香火 所以当有人冲破束缚 打破他们根深蒂固的思想时 那就是离经叛道 就是活该被世人口诛笔伐 就不该存在于世间 我狼狈的模样 看得有些人开心得很 互相耳语 笑着我如今的落魄 我抹去脸上的血迹 就要起身反驳 祖母 一片嘲笑声中 那道淡然的声音格外清晰 看够了戏的公主起身 向太后行礼 时候不早了 快些开宴吧 说完 她那双淡漠的眼睛看向我 朝我道 晚晚妹妹 坐到本公主身边来 她起身 为我挪开了一小块位置 闹够了 就过来 太后欣慰地点头 对着她道 有当家主母的气势了 灵儿 以后到了岳家 切莫让外人欺负了去 说吧 眼睛又暗含威胁地看向我 我不情愿地起身 坐在公主的身旁 宫愁交错间 大家欢声笑语 乐声不止 谢灵雨忽然凑过来 给我倒了一小杯酒 你装得不错 我毫不意外地接下那杯酒 同他虚与尾仪 什么 谢灵雨痴笑一声 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月爱养 不管你惹怒太后的意图是什么 你要知道 我无意做你爹的续弦 他争着那双寒情目 手轻飘飘地指着我原先跪着的位置 昨夜 我的心上人 就死在那个位置 你娘告诉我 人生来就是要争一争的 争一个是非对错 争一个命有己身 我争了 最后却输得很惨 他忽然轻身上前 酒气喷洒在我的脸上 朝我勾唇一笑 他错了 我以良善待人 不曾做过一件坏事 只情之一字 违背太后之愿 他便折了我的翅膀 杀了我的爱人 那我便争一个天翻地覆 争一个是非对错 由我主宰的世界 郑国将军之女月爱养 你会帮我吗 我挑眉 抬起酒杯与她相碰 说爱未免太过苍白 长安公主谢灵雨 在冷宫生活十年 原先 活着是她唯一要做的事 后来生母惨死 她被接出冷宫 被当作和亲的棋子送至别国 往后三年 战争起 我娘亲自把她接了回来 于是她又做了六年的提线木偶 压抑了太久 总要找一个借口发疯 以告慰这二十年的苦楚 今早离开时 爹爹曾对我说 丫头 长安公主谢灵雨 可与之相交 切记不可意气用事 不可听信旁人 离开时 我在众目睽睽之下 冒犯太后的事 已经传得人尽皆知 玉花园中 皇帝见我来先是一愣 随即掩去眼里的厌恶 捅我爹打去 倒是像杨将军 谢长怀也说 是啊 童素衣越来越像了 跌跌止温润的笑着 惹得来往的工人侧目 我在不远处向他们行礼 却被谢无欺拍中肩膀 月爱阳 好久不见哪 我皱眉 一把拍开她的手 登徒子 离我远点 谢无欺也不恼 只把一只海棠 插在我的耳间 傲娇开口 京城的第一只春海棠 我给你摘来了 在皇帝面前表露爱意 他是要告诉皇帝 秦王府在护着我 他谢无欺就在我身后 果然 皇帝的脸色 已经有些变了 谢长怀见此 唇角一勾 朝皇帝道 少年心性 也叫人羡慕 不过 陛下 穷州水患之事 想来洛衡去是最好不过了 洛衡和素衣 不就来自穷州吗 月席玉 自洛衡 取自 君子如衡 与衣玉要 文言 皇帝看向身旁的爹爹 爹爹当即请命 陛下 穷州水患交给臣 请您放心 那就 劳烦爱清了 爹爹弯下腰 朝皇帝一字一顿倒 臣必当 鞠躬尽瘁 看似一片祥和之中 耳边呼地传来一阵稀疏的声音 我心下一紧 眼睛环顾四周 果然 有一人藏至暗处 正缓缓拉开弓 谢无欺 蹲下 谢无欺也发现了那人 于是乖乖蹲下 几乎是立刻 箭矢射出 我立即上前 借着谢无欺的力 飞身上前 一把抓住箭身 反射回去 一声慢哼 我再回头去看 静叫那人跑了 等转身时 就见跌跌挡在皇帝身前 大喘着气 他激进风魔地 把皇帝左右翻看 嘴里呢喃着 没事 没事就好 陛下 你可不能出事啊 皇帝感动极了 当即赏上书大人黄金千两 我也一阵后怕地拍拍胸脯 在谢无欺复杂的目光中 起身离开 走出宫门后 谢无欺愤恨地跟进我的马车 朝我大喊 你宁愿护着陛下 都不护着我 我不可置信地说 你这说的什么话 你能有他金贵 他死了我和我爹怎么办 能怎么办 你嫁我呀 我养你们 做你的青天白日梦去吧 我气急 一脚给他踹下了脚 见谢无欺离开 戴青歪头打量了我一会儿 纠结地说 小姐呀 你今天就像将军说的 有勇无谋的蟒夫一样 见人就创 一点都不可爱 我无所谓的点头 是啊 我今天就是个蟒夫呀 距离上次回京已有一年 我是何模样 是何心性 全由旁人一双眼睛定夺 眼睛是不会骗人 可人从来不是纯粹的动物 爹爹这几日在书房 不知再捣咕些什么 一书代替了四书五经 已经有满满的一架 另外还有两间暗室 一间暗室里放着娘亲的旧物 和满屋巧笑嫣然的娘亲的画像 最中间供着娘亲的红鹰腔 爹爹时常在那里待上一夜 才至儿历之年 已然有了白发 另外一事可就别有洞天了 有一日爹爹赤着脚跑出来 三千青丝散落 一身白衣有如鬼魅 青天白日 他几乎是把衣书对到了刘太医面前 刘太医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位草药 过量时之会如何 刘太医被吓了一跳 颤颤巍巍地答 此药过量时之 会引起惊觉甚至死亡 尚书大人怎么看起医书了 爹爹笑着 声音如三月春风 明日就要启程前往穷州 水患已至百人遇难 看一些医书 总能起到一些作用 刘太医了然 对着医书便滔滔不绝地 给爹爹讲着各种药理 我靠在树下 看着这样的爹爹 呼得想起以前 娘亲缠着爹爹 要给爹爹竖发 爹爹也像今日这般 三千青丝散落 一身白袍宛若仙君 他抬手倾抵住 娘亲的额头 声音带着笑意 杨素衣 别想让我出囚 彼时杨花落尽 飘飘洒洒 环绕在两人周围 是独一份的浪漫 可那日 爹爹还是让娘亲竖发了 她就那么顶着被树得乱糟糟的头发 在寨子里走了一整天 也在无人处拉折我 朝我道 丫头 你娘给我树的发 你有吗 真真是 讨厌死了 临行那天 我让代青代人 偷偷跟着爹爹 即使有叔叔伯伯们护着 敌人在岸 我们在明 还是稳妥为上 丫头 爹爹摸了摸我的头 唇角荡起一抹笑来 我们要走到头了 嗯 爹爹走后一个月 皇帝和太后忽然一并不起 安王谢长淮携皇令 代理朝政 又一月后 谢灵雨来信 三日后子时 谢长淮将逼宫造反 宫内御邻军一千七百余人 听从调遣 令 谢无期不知何时 也中了毒 他不在计划之中 亦或是扰乱计划之人 无地良善 烦请先生留他一命 本在窗边吃食的鹦鹉 飞到信上 爪子按在谢无期的名字上 歪头看我 我笑道 吃里爬外的小东西 谢无期确实不在计划之中 可让他牵连进来的 恰是我爹 让我与他有恩 若有朝一日我遇难 叫他能记得昔日的爱慕与恩情 能够帮上我一把 因为他身后是秦王府 我也去找爹爹询问过缘由 只得了这样一句话 丫头 世间之事 不过一报还一报 一报还一报 她是我出来长安城时 嘲弄我的第一人 我守着爹爹的书房过了三天 直到第三日早 有人来请我进宫 皇帝太后尚在昏迷 安王失踪 太子年幼 县朝中 谢灵雨赌掌大局 她见我来 扔给我一壶好酒 我们相顾无言 只等遮子时到 谢灵雨忽然道 把这红鹰枪弄进来 可是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她当年救我出来时 坐在高头大马上 提着枪 一把就将我捞在了怀里 我那时装疯 便抬头问她 你是来抢亲的吗 结果她说 若我是个男子 抢一次也无妨 可惜家里有个爱吃醋的夫君 公主殿下 臣怕是抢不了 怕我寻死 她便给我讲你们的趣事 给我讲警朝哪里的景色最美 她告诉我 既得一次心生 便该舍弃过去 为自己活一遭 她看着我 正色道 是她把我从深渊里拽出来 今朝万事俱备 你定要把害她之人斩于马下 此时终声响 外面开始有兵戈娇韧的声音 我提着枪 转身应她 你且看着 谢长怀终究信了我的游勇无谋 一路越过公主殿 直往养心殿而去 毕竟在她眼中 公主是她的盟友 会替她杀了我 因着急功近利 她只带着灵星的几个人 来到殿门外 看见我时 她眼里闪过一丝阴狠 晚晚 你让开 等长怀伯伯登上皇位 就封你为公主 你让开 我要为你娘报仇啊 我痴笑一声 将红鹰枪指向她的胸膛 报仇 谢长怀 你怂恿皇帝下令杀我娘 现在还要 匡骗我为你卖命 未免想得太美了些 见我拆穿她 谢长怀也丢了她的伪扇 她抬手指着我 露出她袖下的一片明黄 杨素一不死 大忌怎成 黄口小儿 你爹已经死在去穷州的路上 你一个人 怎么拦得住我 十项点 我尚能留你一个全尸 拦不拦得住 也不由你说了算 我握紧手中的红鹰枪 轻身上前 窃国之贼 拿命来 争斗之时 场上已经变了形势 爹爹带来的人 以成包围之事 将谢长怀的人杀了个干净 一个回身 长枪插入谢长怀的胸膛 力气大的将她抵在墙角 在她痛苦惊恐的目光中 我一拳朝她的脑袋打下 鲜血四溅 她当即晕了过去 长怀勃勃 你是第二个 还剩最后一个 收起枪 谢长怀缓缓倒下 我转身 与一身轻衣的爹爹 摇摇相望 一介文尘 刀上已冉冉了血 爹爹站在月光下 苍白的脸上 勾出一抹笑来 丫头 你很像她 天亮之时 谢灵雨已经把一切都处理干净 安王谢长怀欲 趁陛下昏睡之时 逼宫谋反 上书岳习玉与其女岳爱阳拼死反抗 于天亮之时将逆贼诛杀 而上书大任连日奔波 应救主心切而陷入昏迷 陛下醒时大汉 着令封上书之女岳爱阳为郡主 封号永安 瞧她多会收买人心 永安郡主 镇国将军 活了大半辈子 手段也只停留在物欲之上 天我娘信了 一生终军爱国 到头来 落得个惨死他乡的下场 暗示里 谢长怀同唐明一样被绑着 只是唐明早已血肉模糊 气息微弱 爹爹坐在他们面前 手里把玩者平安服的碎子 谢长怀醒了 他先是打量了一下外界的环境 然后那双眼睛才悠悠地看向爹爹 你没杀我 见我爹爹不理他 他继续道 怪不得怪不得他病得那么巧 我早就和那老皇帝说要杀了你 可他偏要说文臣武将总得留下一个 糊涂了一辈子 就聪明了这一回 却坏了我的大忌 月席玉 该死的明明是你 我就该是九五至尊 就因为他是皇后之子 他便是太子 是皇帝 我努力了那么久 却还是一个连封地都没有的空头王爷 凭什么 我靠在墙上 云淡风轻地开口 凭你小人之心难堪大任 凭你急功近利偏执成性 凭你心狠手辣不择手段 凭你本就不配坐上那个位置 凭你杀了我娘 谢长怀 义子错 满盘皆落索 追明逐利有何错 他目黄泉有何错 错就错在 他们杀了杨素一 却把两个疯子留在了时间 一片寂静中 谢长怀问我爹爹 为何不杀我 你可不是念旧之人 杨素一的衣衫被我碰过 隔日你便扔了 爹爹终于肯抬眼看她 一片漆黑中 她的眼睛格外地明亮 她轻声地嘀喃 有如恶魔低语 没到时间呢 骗她说你敬她 骗她说你信女子 也可居庙堂之高 骗她说你一心为她着想 她当你为智友 你却背叛于她 不多时 钟声响起 爹爹不知何时来到她身后 一柄长剑横在她的脖梗 爹爹笑了 有时三刻 你下一秒 鲜血四剑 她或许还有许多疑问 但时间不等人 谢长怀身边的唐明 被鲜血击得一颤 用尽了全身力气 同爹爹说 杀了我吧 求你爹爹轻笑一声 开口说的话 却叫人如坠冰窖 改日吧 今日过了时间 你已经不配了 走出书房时 爹爹已然整理完毕 一身轻衣 担得一副清风明月的模样 娘亲独爱爹爹 穿青衫时的样子 如今爹爹的衣柜里 满是青衫 她已经疯了 我舍命救驾的消息 传到民间 百姓终于啃正眼 看我一眼 郡主真是 巾帼不让须眉呀 不像杨素衣 一身草莽 刁民一个 若没有郡主 这京城怕是要变天咯 郡主天人之姿 不愧是岳上书的女儿呢 娘 你看 当他们祸及己身之时 救下他们的才算英雄 将士守护边疆成了义务 将军战死成了怯懦与不该 这个世道啊 究竟在守护这些什么 不过三日 皇帝又陷入了昏迷 留太医诊脉之时 终于诊出病症 皇帝 太后急谢世子 使中了毒 只是这毒难解 朝堂之上 爹爹请命 要以己之身试药 朝野上下 无不感激体灵 歌颂岳上书大义 长安公主 亦设出宫殿 以供刘太医 和上书试药 两日后 刘太医梦见药引 由爹爹试药后 终得解药 此为 皇帝醒后 所听之事 皇帝大为感动 风月席玉为丞相 即日起 亦担任太父之职 没了谢长怀 他是郁家的糊涂了 爹爹官拜丞相 又入宫做了太子太父 连我也跟着风光无限 一时荣宠非常 世人敬他清风明月 高不可攀 连他坠入凡尘 被女土匪搓磨多年 只我知道 太父月席玉 是这世间唯一一个歇斯底里 不择手段的疯子 不知过了多少天 天空中挑下这一年的第一场冬雪 我揭下一片雪花 任它在手心融化 月爱阳 抬头时 一盆雪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今年的第一盆雪 给你 我看着眼前鲜活的谢无欺 猛地抓了一把雪 往他驳梗里塞 谢无欺当即大叫 吵着闹着 要还回来 凶巴巴的 除了我谁还敢要你 一事无成的家伙 嫁你才是倒八辈子血眉吧 那我偏要在你鸡鸡那天去提亲 吵得你鸡犬不宁 你烦不烦啊 一片吵闹声中 跌跌直笔 画下娘亲雪后折眉的样子 杨素一 我爱你 她也曾问过自己 为何不肯将喜欢全盘拖出 那时以为永远是一辈子的事情 她以为她总能感觉得到 又觉得爱之一字太过矫情 后来她知道 千言万语在她面前 也不敌她口中的这一字 到底是晚了 君埋泉下泥消股 我记人间血满头 因着太后中毒太深 仍在昏迷 谢长淮又已扶珠 皇帝失了左膀右臂 她的昏馈无能 也逐渐显露出来 早已引起了大臣们的不满 于是朝堂之事 她总要问过爹爹 才肯做下决定 她总是问爹爹 如何树立威仪 这时爹爹便会同她说 若有一事 能让臣子知道陛下的英勇 就好了 三月十二 长陵渡劫匪横行 大臣上报时 爹爹忽然上前 请陛下御驾亲征 皇帝大喜 觉得这是树立她威信的好时机 当即应下 此时朝堂之中 大多数人已归顺于谢灵雨 反对之声寥寥无几 临行的前一日 爹爹跑出丞相府 他站在高台上 俨然一副罪了的模样 他问世人 何以如此辱骂吴妻 他结问苍天 为何将吴妻抢走 最后 他坐在高台上 眼角含泪地 将这些年娘亲寿的苦 全部说出 被昭安之日 我说要同他隐居身临 做一对寻常夫妻 可他说 国家有难 也能窝居于此 于是 燕州 燕州 穷州 凡是战时起 他必是首当其冲的那一个 他因何而死 你们知道吗 那一战大获全盛 在班师回朝之时 路过长陵渡 他听闻有劫匪扰的 长陵渡的百姓苦不堪言 于是他去了 再没回来 爹爹颤折手 指着人群中的一个个人 仰头看向苍天 你们过得好 那是我妻子的命换来的 因何辱他 平和辱他 他何曾欠你们的呀 只是因为是女子 只是因为 他生在土匪窝里 只因他不曾为自己辩驳 从前没来得及说的 不能说的 不屑于说的 爹爹今日全说了 一片寂静中 买豆腐的大娘呼的 举起手里的工具 放声高呼 杨将军是英雄 接着 众人举起手里的蒜苗 杀猪刀 各式各样的东西 接高呼 杨将军 金国女将 真是讽刺 是人因着丞相月席玉 而知道了杨素一的好 出发去长陵渡那天 谢无期又来了 他强硬地掰开我的手 把平安符塞了进来 那天我把他捡了回来 爱与脸面 一直没再交到你手上 月爱养 此行 预祝你得偿所愿 我一正 对上了他含笑的目光 是啊 曾被称为天才少年的他 又怎会猜不到 我要做的事呢 我爹一心记情于山水 你且放心去做 昏溃无用之人 就应该让贤 多谢 四月十日 大军抵达长陵渡 一万余人 只有一个目的 便是保皇帝的安全 四月十二 皇帝为重拾微信 率一小队前去剿匪 行至一山坡 便被爹爹命人 将他团团围住 皇帝害怕极了 颤着身子问我爹 丞相 这是何意 爹爹神采奕奕 指着他脚下的土地 这是他走实的地方 皇帝当即荒不择路 朝爹爹道 丞相在说什么 朕听不懂啊 话落之时 我已拉开弓 对准他的眉心 爹爹今日一身红衣 头发被玉冠竖起 腰上挂着那个平安符 是娘亲走实的模样 他的脸上挂着真心石一笑 轻飘飘地抬手指向皇帝 你受谢长怀蛊惑 叫人传信给他 告诉他长陵渡有匪不到百人 你要他缴了去 他信你啊 只带了一小队人 却再没从长陵渡回来 因为是唐明社的剑 他没有防备 还笑着问他 躲去那里作甚 谢灵雨的信不过 晚了半个时辰 我便晚了那时步 陛下 你该为他偿命 皇帝终于慌了 他逃无可逃 身上的明皇染上了尘土 他尖叫一声 朝我爹大吼 杨素一功高盖主 焉能留他 你乃丞相 焉能叛国 月席玉 你若此时回头 朕便饶你一命 我弃急 当即反驳他 功高盖主 那你朝无能 战士一起 竟无可用之人 若非我娘 你警朝早就没了 胡说 我没理他 拉宫的力道越来越大 将他设个队穿才好 围着皇帝的小队也有名字 护安 娘亲没读多少书 这是他给寨子取得名字 寓意 护百姓安 他在穷州那些年 承恶扬善 守护正义 他说此战结束 便同我和爹爹归家的 可他死在了归家的路上 死在了君主的猜疑之中 丞相 丞相 朕知道错了 你让朕活着 朕什么都给你 什么都给你 你杀了我 你和你那野种也活不了 你放了朕 朕让你们活着 一生生求饶中 他竟然朝我们跪了下来 叔叔伯伯们上前 将他整个人架起 爹爹忽然握住我的手 从我手中拿走弓箭 丫头 爹来 说罢 他拉开弓 一字一顿道 四月十二 大军行至长陵渡 圣上一意孤行 要只身前去探前方路况 丞相越习欲丹其幽而 跟在圣上身后 陆欲劫匪 丞相 为护陛下而亡 陛下亦被一剑穿心 他学着娘亲 高呼一声 狗贼 拿命来 划落 一声污提后 见是划破长空 郑重老皇帝的眉心 有时三刻 长陵渡 太阳正好熄落 他是第三人 我没管死不明目的皇帝 挡在爹爹面前 爹爹 你说的什么话 爹爹轻笑一声 揉了揉我的头 丫头 这是爹爹为你铺的最后一条路 我做了许多坏事 要去找他赔罪了 待我死后 烦请将我与他葬在一处 说吧 爹爹拔出宝剑 横在井间 他闭上眼 解脱式地叹息一声 在睁开眼时 眼底温柔无双 像极了从前 丫头 莫要留我 爹 月席玉 一片惊呼之中 爹爹笑折 握紧了手中的剑 杨素一 我来找你了 我一生来过两次长陵渡 一次失了娘亲 一次失了爹爹 大军回朝之时 谢灵渝已搞定一切 即将登上皇位 我先是回了将军府 于有时三刻 将唐明送上西天 他死时身上全是真孔 那是誓要留下的痕迹 出来时 遇见了刘太医 他见我来 王上前将医书放在我面前 月小姐 解读的这株草药 这怎么与丞相 给我看的那株一样呢 时至今日 他终于反映了过来 竹台染者光 我站在窗下 身后却是跌跌的影子 那双幽暗的眸看向刘太医 我微勾起唇角 刘太医 人要有自知之明 刘太医浑身一颤 朝我作医行礼 是的 小姐 夜幕之中 我去见了谢灵雨 空无一人的大殿之上 我跪在地上 将一本书双手捧起 谢灵雨要扶起我 却被我制止 陛下 此书是我爹 耗尽毕生心血所作 他说 臣已将全部心血奉上 此后谢氏王朝如何 都与无期无关 阳素一便是如何 也无愧于家 无愧于民 无愧于国 还望陛下遵守承诺 将镇国将军 杨素一 平生之事写入史册 若是史册拥挤 陛下 杨素一可无夫无女 但求世人在千百年后 仍能记得 世间有位金国女将 名唤杨素一 臣信陛下 亦信千百年之后 女子亦可登庙堂之高 而不被人诟病 所行之事皆有己身 而不被授意不公 无期 无措 亦无悔 话落 我弯下腰 头重重地磕在地上 整个大殿寂静无声 梁九 在上位的谢灵雨 叹息一声 他走下皇位 将我扶起 朕义会遵守承诺 环先生一个太平盛世 叫百姓不受战乱苦楚 叫有情人不为此分离 叫女子 一睹属于自己 只是你 无期他 我抬头 与他探究的目光相碰 我笑着 扯下谢无期 给我的平安符 交到他的手上 陛下不必担心 晚晚会离开京城 去寻自己的一片天 我绝技不会成为 下一个年少时的陛下 被这宫墙困住一生 此非我爹娘之愿 亦非我所求 谢灵雨愣了一下 忽然自嘲一笑 朕竟是不如你了 去吧 也替朕去看看 这景朝的大好河山 高山流水欲之音 月爱阳 此生欲你 是我知性 我遣散了丞相府的下人 同束手边将不愿离开的 叔叔伯伯们 写了一封信告别 最后带者带青 这个小尾巴 和那只不愿开口的鹦鹉 走出了城门 月爱阳 转过身 少年打马向我而来 漫天黄沙之中 他从马上下来 走到我的面前 我抬头看他 朝他咧出一抹笑来 谢无期 来送我吗 嗯 千言万语会成了一字 谢无期再次牵起我的手 将平安符放在我的掌心 月爱阳 事不过三 他看着我 疏得红了眼眶 若是你能再回来 再丢一次也无妨 无论丢给谁 我永远都会捡回来 我看着他如今的模样 心中一阵酸涩 若他不被牵连其中 他便永远是长安城中快快乐乐 什么都不懂得顽固 便永远是坐在桃枝上 问我要不要去游湖的少年郎 狮子殿下 一声呼唤 叫两个人顿时清醒 我后退一步 朝他行礼 此后山水不相逢 愿殿下长命百岁 欲意良人 白头偕老 就此 别过转过身 在耳边呼啸的风 忽然变得缓慢 那只小东西忽然躁动起来 他仰起头看我 忽然开口 晚晚 我有些震惊地应他 嗯 我欢喜你 身旁的戴青 恍若没有听见 他探出头问我 小姐 我们去哪呀 小姐 你眼睛怎么红了 我抹了把脸 翻身上马 笑者道 只是风太大迷了眼 我们先去寨子里 把娘亲的女儿红挖出来 好 最是人间留不住 朱颜慈竟花此数 翻外 那年他红衣烈烈 从长街打马而过 月席玉抬头 与他眼里的光 碰了个正着 就那么一面 着得客气腹里的小公子 无知觉地松了手 疏散了一地 月席玉想 他大约一辈子 都不会和这样 离经叛道的女子有交集 后来月家落魄 杨素依趁人之威 将他抢了去 只是世人不知 是他先朝他身的手 鬼使神差 红线千丝万缕地缠结在一起 他迎风而来 挟风带他而去 读了一辈子圣贤书 可他站在那 就赢了所有的礼合道 月席玉厌弃之时 女儿的呼唤 和周围人的惊呼 都已经模糊 他倒在他走的那片土地上 恍惚间 竟然回到了 那年他以为的初见 那样热烈张扬的杨素依啊 他骑着马 怀里抱着一坛女儿红 一柄长枪将欺负他的世家子弟赶走 那日阳光刺眼 可他的眼里明晰地映着他 只有他 不经意间 对上那双含笑的眸 他笑着道 小郎君 姓甚名谁 家住何方 月席玉一笑着朝他伸出手 带我走 一如昨日 月带 三石 月带